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 WiFinance的这一个library 主要呢,我们是要在Google的colib上面呢 首先我们要去安装 WiFinance的这一个library 接着呢,我们会去 使用它里面提供的一些方法 然后去获得这个WiFinance 就是Yahoo Finance,就是Yahoo财经 里面的一些股票的历史资料 还有它的一些历史的记录 我们现在使用的WiFinance呢 它是0.1.54版的 那我们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维护的呢 是这位Ren Lucy,这位开发者 它在维护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里面呢 有一些模组,比如说像这个Tickle模组 就是指股票代表的模组 然后它就可以用这个Tickle模组呢 然后去获得里面许多的一些股票的资讯 那这个我们在后来的范例会再做说明 那在另外一个网页上呢 也有 也有人对这个WiFinance Library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 使用说明 那我们可以看说 这边呢,它有提到说什么是WiFinance 那事实上WiFinance 它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韩式库 是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这个开发者在维护的 那基本上呢 它提供了一个 就是一个 有很多资料 一些很多市场资料 关于就是说在股票还有债券 还有就是外汇 还有就是一些加密货币上 那它也提供一些市场的新闻 报告还有一些分析 那所以来说这个WiFinance 也就是说它是从一个 Yahoo的Finance Yahoo财经上 搜紧很多资料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料 来做一些故事的分析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说明列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安装的说明 那这里使用 有说它跟这些其他的一些套件 或是一些代表有一些 的版本有一些 关联性 那如果使用它的安装 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 PIP的指令去做安装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音 然后Polyn Test 那如果在前面 要在这个Polyn 使用的时候 要加一个订单套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按支新 那在这个安装上呢 它就会安装在就是说 Google的一个这个Collib里面 提供的一个 云端的空间里面 它会去进行安装 那这里就显示说 安装已经成功的一个讯息 在这一个WiFinance的Library里面呢 它是上了三个模组 分明就是一个TGS的模组 还有Download 还有一个Panda 是DataRead的这三个模组 那我们现在在说明这个Library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使用这一个TGS的这个模组 来做说明 好 那我们首先可以来看它这个地方 好 它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 ImportWiFinance as HYF 接着呢它这边就是说 它把这一个股票台号 它选择一个就是MSFT 那这个MSFT呢就是一个Microsof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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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withfp info 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在ticker里面 我们输入就是无论股票的一个缩写 一个代码 那接着呢,我们用它里面的info 这一个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微软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公司 资讯都给取得出来 那这里包含了所谓的price to your book 这个值是多少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当天股票的一个最高值跟最低值 那还有就是说 它股利率是多少 股利率是多少 然后这些资讯呢,我们都可以用 这个info这个方法 来把这些资讯 藉由这个Widefinance的模组呢 可以显示出来 那也没有办法把其中的单独一项取出来呢 那这也是有办法的 首先,例如就是说 首先,例如就是说 我们需要知道是 呃,这个是52周的最高 那我们就把这个复制起来 好,我们在这里下 这里下增加一个程式码 那一样是 就是 dn-info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在info里面呢 增加一个就是说 我们想要知道里面其中一项的一个资料 好,好 更正一下 这里是要使用的是 中卦 好,我们把它改成中卦号 好 那我们就可以到说 就是说 52周里面的一个最高的股价 那就是 这一个 微软里面最高的股价 那像这边 也有在绝对说明说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嗯,去修设到Fallafone的鼓励 那他有提高一个 dividance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尝试一下 我们再形成一个程式码 有出现dividance的一个 好,接着 我们按执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这边发放股价从2003年 然后一直发放到2020年8月29号 的发放股价是多少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那么有趣的方法 就是一些分析者的一个建议 就是按recommendation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我们再增加一个程式码 那我们再增加一样 改变设计 好,那这就列出说有些分析的公司,然后他还分析说他还是买或是长期的买 或是有一些是已经觉得说他已经会不会停了 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就是去下载Yahoo Finance历史资料的一个方法 那在这一个方法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定一个周期 比如说我们要下载是一天五天一个月 或甚至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还有一个是周期最大是Max 就是把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下载一下 不过这个资料比较庞大 那由于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资料量 我们所要的股票资料量每日的资料量下来 那而且我们是希望把它存下来的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增加一些程式码 我们要加入两个模组 我们要加入两个模组 一个是import pandas 就是pd 这个是pd 一个是farm google的croplab 这边输入一个 这边输入一个 AOS的模组 好,我们现在把它按个线 这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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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n 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就使用这个history的方法 我们使用msfd 然后这个方法 然后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周期period的写进去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先选一个就是 5天 我们再试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这里就把5天的一个股票开始的时候 还有每天的最高跟最低还有结束 还有就是它的成交量 然后这边都 都经由这个history的这一个方法呢 那把资料给接取下来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 我们刚才抓到这些数字呢 从google的colib上下载下来 那我们需要加几样测试吗 首先 我们先把一个historical的data到这个变数 那我们把它的资料生成是pd.datagram的格式 好,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一个函数 好,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一个函数 注意 好,这边我们点上一个党名 这边 公开一个coding的方式 是ig 然后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说 如果里面有一些中文的字的话 它也是提供给一些中文的字做编码使用的 然后最后我们再用一个flashdownload 然后我们去把刚刚的msft 这个csv档案给下载下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它在下载这个csv档 然后会从google 然后直接下载到我们的local端的一个资料夹 我们来开启这个资料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点csv的档案 它已经把最近五天的一些股票的历史资讯都下载下来 那如果我们要更多的历史资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修改一下就是说 这一个周期里面的一个的数字 那首先我们增加一个程式码 那这里面呢我们所能够抓的数字最多就是我们要写max 它就会把它里面最多的一个数量都抓去下来 那这边呢我们修改一下 好那我们运行一下这段车子吧 我们开启一下这个档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这个下载的日期是从1986年的3月13号 到2020的10月2号 它把这边的历史资料 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给下载下来 它总共会有8713笔 这就是它里面最多一次可以下载的一个资料 那如果呢 你需要其他的时间周期 那也就是说你修改这个period里面的这个参数 你就可以获得说你想要来收起 最后呢 最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个 一样是 使用period里的方法 不过呢 不过呢这边是可以设定 开始结束还有时间 那还有它的中间的间隔是多少 那例如我们这边 这边的下载的 CISTA CISTA CISTA的话 是 就是 今年2020的 01 01 一号 然后 這是2020的9月34號 然後Interval是我們選一天好了 以一天的間隔 按下檔名 按下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 我們看這個檔案它的確是從 看一下 它的確是從 因為剛才這個打錯本來是2020 我打錯成2010 所以它的確是從2010的9月1號 然後一直發數據 做到2020的9月29號 那今天呢我們就介紹 如果在Google的Collab上面 然後我們去安裝 WiFinance的這個Library 另外呢我們也 我們可以 呃 展示它幾個方法 例如說我們可以從它裡面獲得一個股票的內容資訊 然後第二種就是說 我們去用這個History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可以選定週期 或是我們選定開始跟結束時間還有它的間隔 那來把我們需要的例子資料給下載下來 那如果大家要對這個Finance的那個Library 想要更了解的話 那 可以參考就是說這邊的 它的一個 A Comfort Guide 這一個這一個網站 那以及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WiFinance呢 它本身的這一個 Github的網站 這裡面都有一些使用的說明 那今天的範例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可以選擇